在全球股市陷入震盪之際 我們要請教有名哥 從工業金屬一些走勢 是不是也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這個經濟開始要反轉 絕對是 而且各位有沒有發現 過了一個年這世界都變了 就是過年之前 大家都看得比較悲觀 但是過完年之後好像不一樣 白銀最近的價錢也純純運動 Data Research這邊的一個 川芒人都有特別提到 可能大家想像中的一個狀況 有變得更好 就是大家看好了經濟成長 白銀到底為什麼長 其實故事應該是這樣 就是去年底的時候 美金不是已經開始跌了 美金一跌 它跟黃金是悄悄白 所以黃金就上去 那個時候 大陸都還沒有正式的解封 然後黃金上去之後 就帶動了白銀 這是第一波 銀的漲勢更靈異 第二波的狀況 當然就是因為過完年之後 比如說這段時間裡面 大陸經濟可能會復甦 就會拉高了 這個黃金跟白銀的一個需求 還有另外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電動車 因為為什麼 第一台電動車要用到 25到50克的一個白銀 然後用在什麼地方 電池管理系統 天窗 充電樁 然後因為它主要就是 所謂的高傳導性 跟所謂的耐腐蝕性 那這兩個東西一漲了之後 又把其他的 跟電池相關的 一些工業性金屬也帶起來 比如說我們之前說的銅 比如說錫 銅當然剛剛這個 魏亮有特別提到 連接線器裡面最重要的也是銅 銅 對 銅你看一週一個月 三個月的表現 銅還不是漲最多 三個月漲17.4% 你知道那個錫三個月漲了59 六成 一整波漲了77% 這樣子的就意味的就是說 這些是不是就代表 未來可能除了景氣複製以外 可能生產這個方面 還會有出了一些供給不足的問題 比如說像秘魯跟智利的銅跟錫 因為有罷工工人的一個問題 再來的話就是印尼 你搞不好在今年6月份的時候 會針對 因為你這些東西都是屬於高端的 電動車產業或戰略性產業 我要把你這部分的金屬給控制住 我會禁止出口 所以相關的這個部分來講 我們在過年之前 我們有介紹過銅 然後也介紹過銅的概念股 可是各位要知道 習漲的比銅更多 但是國內習的股票並沒有大漲 還是在相對的低檔 這裡面習的代表股 應該就是3305的生貿 對 生貿其實基本上做的是低溫錫高 早期的錫高沒有辦法做到低溫 但是因為現在有很多的電子產品 比如說半導體的封裝 比如說伺服器低軌衛星等等 他們要用的 這些東西基本上都要用到低溫 所以現在目前看起來的話 整個錫的狀況變好了 它原先去年疊價的那一塊 也補回去了 再加上它庫程 可能在1月份會完成 輕庫程的一個動作 然後新產品是再生錫料 因為現在環保的問題要符合ESG 所以很多的減少碳排放量的情況之下 我要用再生 現在各大廠基本上都已經在做 所以公司這邊就特別提到 就是在過年這段時間有提到 他說我的公司 今年的毛利率跟整體的獲利 會比去年要來得好 去年就賺3塊多 所以今年如果會變更好的話 現在的一個股價 大概落在50塊附近 就變得不是很貴 然後因為去年的高點 是在92塊4 現在這個價錢的話 看起來也很有吸引力 還有最近其實在流行低檔股漲 就是還沒有到年限的股票 要先補到年限 所以可能會有類似這樣的狀況 大家可以留意 好 另外我們先休息一下 稍後來關心的是物聯網 目前這個商機 還是比較著重在B2B 那麼接下來要怎麼樣延伸到 它市場更大的B2C的部分 我們先休息一下 稍後來